平時我們弄壞東西很多時都會用到膠水去黏 不過你有沒有想過就連傷口都可以黏起來呢? 在澳洲的悉尼大學就聯同美國的生物醫學工程師 在研發一種能夠令到傷口可以在60秒之內快速遇合的彈性膠水 這種主要由彈性蛋白製成的膠水透過注射在傷口的位置 然後用紫外線照射再等60秒 膠水就會慢慢固化成圍形膠狀並黏合傷口 特別的是這種膠水不單可以塗在皮膚表面 甚至可以塗在肺部或心臟等等內臟 研究人員說如果研發成功 相信可以取代目前針線等等傳統縫合傷口的方法 甚至可以在車禍的現場或是戰地大派用場 他又補充目前研究已經通過動物的測試 相信好快可以進入臨床的測試階段 Live TV記者楊卓文報道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